在這個展覽我看到部落的人看到說 其實這個國家社會 就是去重視他們部落的文物的時候 他們是展現非常的感動 那時候也是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然後接下來第二年 我就在想說我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我後來第二年就規劃了一個還原 原住民日的特展 我為什麼會去規劃這樣的一個展覽 是因為我本身也參與了這個原住民運動 十年在這個過程 我就是非常感動深受 就是然後我覺得我們 我覺得我們有機會去拿到第一手資料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積極 就像現在你看到那張海報 這當時是以單化的 可是我就知道是他畫的 所以我就把他拿來了 然後就是跟他要求就是借給我去做展覽 然後甚至用當年我們大家穿的T恤的圖案 做了一個袋子作為紀念這樣子 我是覺得說怎麼樣在從我們的展覽裡面 找到那個意義在 讓更多人知道說其實 其實但剛才就是對我們的過去 就是更多的認識之後有些信心 然後就覺得說這是那個價值 然後這個展覽裡面特別把他導引在 把他那個就是希望大家 因為這樣子對自己的認同之後 然後找回自己的名字 所以我那邊這個這個展覽裡面也找到 也是也規劃了一個原住民的那個什麼 找回名字的一個運動 然後大家剛剛那個圖片可以看得到 就是有些人就是我們做了那個 那個身份證的那個樣子 其實是展版 然後寫上自己的名字 展示說其實 其實我是覺得 為什麼我很重視名字這個東西 我的名字叫Nagai Kalidai 為什麼叫Nagai Kalidai 我的名字其實也是跟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母那一輩是有關的 我傳承了外婆的妹妹的名字 然後我們我們才找到 我們自己的脈絡 在這幾年的工作當中 其實跟部落有很多密切的合作 那怎麼樣把原住民當代的 這樣的一個議題 可以在你們的館中可以展現 而不是可能單純過去 像傳統的博物館這樣的 就是可能從族群的這樣 阿美族 排灣族 老師你們這幾年做的 是不是比較多是跟部落 有很多的合作 有 對 我這幾年大概都是 透過文化部的協作平台 就跟各個鄉去做合作 像我早期就是跟泰伍鄉做的 就剛剛講的美目傳情 然後後來這兩年 我就是跟物館合作 去年我們採訪了16個部落的藝術家 就是當然是我這幾年的展覽 也有一部分是跟結合 我們自己展內的點藏品 然後去跟他們去做互動 然後去做調查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可以去蒐集更多在地的 然後從我們的海報可以看出來 我們透過那個山的林縣找到 那種博物館在我家的一個概念 其實真的就像剛剛鵬老師在講的 其實博物館就是在部落裡面 活生生的 其實我們很多 對 活生生的 當然我不是說 就是說把部落當成博物館 而是希望說 其實大家就知道 其實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文化底蘊 文化是很豐厚的 其實都在我們的家裡面 在我們的部落裡面這樣子